师父您好 我来自江苏常熟共修主 首先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诸福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感恩师父卢君洪台长 感恩参加新加坡法会的诸位嘉宾 诸位同修和所有义工 好像他是主办单位 常熟共修主 请师父慈悲开示四个问题 问题一 关于老人的礼佛问题 同修家有96岁高龄的老人 身体不好 有随时会过世的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 能否为老人家念诵礼佛 是以功课的形式 还是以自修经文的形式念诵 哪一种方式更好 就是以功课比较好 赶快念 没有关系的 老人家如果有阳寿的话 就是念礼佛也不会走的 明白吗 自修经文能否先提前念诵 准备好一点 自修经文可以 都可以的 那么自修经文礼佛 在什么时候烧送最佳 请 发现它 比方说在要生大病之前 你会有感觉的 比方说就像人咳嗽之前 会觉得要发烧一样 觉得他已经要生大病的感觉 或者369的时候 赶紧给他烧 听得懂吗 那么以功课的形式念的话 比如说像今天 在法会现场 给老人念诵礼佛 会激活老人身上的业障 而提前过世吗 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搭配 记住 369的时候 或者66岁 7384了 这些都是地服人家说 鬼门关里边 要来拉人的时间 这些都是特别的时间 所以就是说 自己一个人 如果从来不做坏事的话 根本用不着怕这些的 但是这个关还得自己过 那么一般的来讲 你刚才这些顾虑都没有用的 就是根本用不着的 有些人就是说 没有结的时候 他如果罪恶 罪恶满盈的话 他也会被他拉下去的 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开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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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